大家好 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 讲成功的人和不成功 有什么区别 这个视频一开始讲了一个例子 它是一个英文的视频 这个例子说 研究人员 就是找了一只小孩 然后呢 在他们面前 放了一只糖果 然后对他们说 我离开 这个房间五分钟之后 你再回来 然后你们 可以每人得到两个糖果 如果你们等不及了 想 赶紧吃糖果 那么你们可以按一下这个门银 然后我就回来 但是呢你们只能得到一颗糖果 最后呢 他 有的小孩呢就是暗门人 暗门人他就得到一颗糖果 有的小孩呢他就坚持了五分钟 然后呢最后得到了两颗糖果 然后这个研究人员呢就是 这个研究人员呢就是 跟踪了这只小孩 这个十多年 十多年之后这只小孩上学了嘛 就是上了高中啊大学了 然后再去 看这只小孩 就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那是能够坚持五分钟 当你能够坚持五分钟 等他们回来 拿两个糖果 糖果的这只小孩呢 最后呢普遍他们的需求成绩 比较好 这个研究就是说就是说 它就是一个道理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能够去做 那是自己觉得不舒服的 不一直做的事情 能够坚持去做 可否这些事情或者说困难 那么呢它将来就 就有这样的一个 支控能力 将来就容易成功 这个不管是人生的成功 还是学习 实际上 我觉得肚子挺有道理的 为什么我们很多小孩 他学习不好 就是因为他缺少这个 呃自控能力 就说他总是想舒服 哎我玩玩手机啊 开个那只啊很爽 或者和人家聊聊天啊 去跟我操事啊 包括大学生中小学生 都是这样的 都是看中眼前的利益 就是这个是人的本性嘛 就是说心有利益 心把它要心享受 心挺 就是看到好吃的 我心把好吃的吃掉 但有的人呢 他可能心把那些难吃的吃掉 然后呢再吃好吃的 把好吃的留到后面 就是这个是不同人的风格 成功的人 他就会去大部分能去到困难的 报应日做的事情 他能够去做 虽然这些事情呢 可能对于他来说 他也有报应日 是吧 但是他能够有自控力 能够克服 这是困难 然后呢 他有这样的品责 他就能成功 我们学习演示的 比如我们去编程 为什么有的人 学习编程 各方面挺好 就像我以前一个学生 是吧 他是一个大书生 就是他研究生 拿了能工智能比赛第一奖 我经常就是他举例子 是吧 就是到了腾讯能工智能 这个研究所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坐在那边一坐 很常是一坐一天 是吧 就在那边编程 他就整天去编程 也就是他有这种坚持 自控能力 然后编程 就是一个舒服的事情嘛 是吧 对于大部分 对于 就是所有人 对于他来说 肯定也是玩舒服啊 比如到越南 到哪里玩舒服 是吧 编程总是一些苦 苦事情 但是有的人呢 就能坚持坐在那 一动不动 坐几个小时 自动 如果你学习编程 不能 坐在那坚持一个小时 哎呀我编一下两分钟 不行了 我脑子缺氧了 坐不下去了 然后我要吃东西了 我要干什么 我要听听音乐 我要玩水直了 这样是不可能 学好编程的 同样是学习也是的 我学一会 我就想做个其他事 哎呀我 我就这样 我就那样 是吧 哎呀我同学喊我了 哎呀一会我们去工超市了 哎呀一会我们去打球了 什么之类的 就去上这种 支控能力的 那么他学习 就是很难学好 他将来在社会上 呃也是的 是吧 他没有这种 遇到一定困难 然后再一直说什么 哎觉得这个太难了 我不去做了 所以就不会成功了 是吧 就包括我们自己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 是吧 觉得那个困难 既然我那个时候 波斯比 可以到上海 大城市 然后听老子说 哎呀这个上海 竞争认太大了 然后呢 我就想算了 还是带着小地方 舒服安逸的 这个也是一种 就是怕去做 那些波音租的事情 就没有一种 坚持 自控的能力 是吧 所以这样呢 就就把成功的机会 就丢失掉了 然后这个视频 他讲了 这个另外一个 就是 呃 卡里斯米隆的一个教授 他很有名的嘛 得到一个 日性癌和来死掉了 在到日性癌之前 他做了一个 最后的演讲 就讲 就是我们 每个人 能扔起面 度于一堵墙 是吧 许多人讲这个墙 看成是障碍 实际上这个墙 不是障碍 而是什么呢 帮助你通用成功的 到路的这样一堵墙 当你把墙的砖的 一块块的这样 拆掉的时候 那你就 到达墙的柄 就成功了 但是我们很多人呢 看到这个墙 一看 哎呦这个墙 挡在这柄 没法过去 就放弃了 这就是成功的人 和不成功的人 他的一个 这个性格上的一个区别 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的 是吧 就我们 包括我自己 是吧 都喜欢探图安逸 探图舒服 是吧 我自己播音日注了 这样的事情 因为听力 我觉得很苦 是吧 听那个 听那个东西 所以就坚持不下去了 所以我的听力 英语解释不好 是吧 我觉得这个 我自己举下的例子 人 其实都是懒 都探图和安逸享受 是吧 就是人家讲的 就是说舒服区嘛 人都喜欢躺在舒服区里 我看看电视 玩玩手机 公共街 去小店店吃吃啊 这种东西 是吧 如果觉得困难一点 是 这个放大了 这个太难算了 这样就放弃了 这样呢 你就取少一个 这样一个品责 所以你就很难成功 当年 影响一个人成功的因素很多 是吧 这个是一个人的个人品责 我觉得影响一个人的成功 还有一个其他的因素 一个大环境 是吧 如果你在一个不好的环境 一个土浪下面 你再努力 最后也是不行的 是吧 本身这个土浪就不行 你再努力 最后也不行 是吧 既然我说了 还不容易躺平呢 反正年轻人 我觉得应该努力 因为年轻人 有很多机会 他努力了 失败来的标准 还可以重来 但事业主大的人呢 他就没有机会了很多 所以年轻人 如果意识到这一点 就是 尽量的 能去做自己 报应做的事情 比如我们去变成 要以这样的日 能耐一下心的 去学习 去克服困难的 这样一种 滋空力 一种毅力 那么你就可能 很快 学会变成 变成完美很好 就可以找到工作 就能还是要成年轻的 越早越好 尽量的成年轻的成功 不要等 我先把好吃的吃了 先享受 躺在舒服去 看明日 躺在庄 快活 是吧 这个看起来你现在是很舒服 是吧 很多人都是的 工厂武大妈什么都市 哎 很舒服 但实际上从长远看来 实际上 这个是一种风险 是吧 看起来我现在 哎我这样修身养心啊 山山步啊 看着很舒服 不扯 但是万一遇到什么事情 你家里要用钱了 你没钱怎么办 是吧 这就是 这就是没有居然思维的 这样一种 远近 特别是女人 她一般的 就像与 眼情利益 所以女的一般的虚 虚习虚变成都不行 是吧 她因为她就 探头眼前的 眼前的物色利益啊 什么的就是 现在什么时候收我 我就什么时候 这个人现在有钱 我就跟他 哎这个人马上不行了 我就不跟他了 不是我启示女啊 女的当年也有很多好的 我就说 女的一这样一种 像什么翻圈文化啊 还有那个追粉的 很多都是女的 这些女生 整天去追粉 是吧 她不是想想 而你这些追 人家明星啊 什么 过了她的 舒服的生活 你也过不到 是吧 你还要花钱 你为什么不提高自己的 那个 各方面能力 来去 这个 让自己经货固壮 好一点的生活呢 当年所有的努力 我觉得还 刚才讲的 还需要一个大的环境 你如果一个大的环境不好 那么 你再努力 可能也是白费 所以 对于那时 随便称的人 我觉得 你们应该尽量的努力 能出国 尽量出国 能到九八五学校 能到大城市白商工 尽量到大城市白商工 那两个普通老师 不住客人在上海 你也很舒服 为什么 因为你外面有很多兼职的机会 因为我两天天在那工作的 有一个华东理工的夫妻 两个 当时一般的公司一庆祖 他们夫妻两个 加起来已经一万了 即使在外面兼职 在两家公司 因为上海很多企业 空余时间整天就在公司 他那个老婆 整天就在那家公司 他也是基本上 只有不上课 就在那公司的 当时一般的人 这一千块钱走以后 是吧 工资 他们都三万了 两个夫妻 两个家人 都一万多了 就上海机会很多 当时也没人指顶我 就是因为我 这个 怕 这个 觉得到上海太困难了 买房子啊 竞争压力大啊 觉得这个一堵墙 挡在这个 让自己不舒服 然后我就想到一个小城市 享受舒服 小城市我会去 呃 什么 成为埃子里的将军了 本来这样想 但现在 觉得 是错了 所以希望我的教训呢 给大家一点启示 尽量的 不要怕冒险 成年轻的时候 到大城市去 是吧 或者到大旗 也去 去尝试嘛 去面试嘛 我觉得最好去城市的 最好应该要出国 到美国 日本做程序员 或者到其他国家 是吧 我觉得这个地区 去城市呢 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因为 去城市 出国的机会 要比其他专业要大得多 当年你不适合去变成 你就可以去其他方面 是吧 我觉得谈谈 因为我这个频道主要 其实是编程嘛 所以编程的人 其实有很多智慧 在现在特别年轻的人 但是一定要趁早努力 好 我就想聊一下 还有一个我想聊聊周军的那个 但是是不是不能放在这个频道 也在另外一个频道 我另外还有一个频道 叫富能量频道 我是不是把关于周军的那个事情 聊一聊 其实没想过 好 谢谢大家